欢迎你加入,爱老师,物理教师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种不同的摩托 Motor Berberus和Motor Tamba Berberus 你记得吗,我们在讲摩托的时候 我们讲的那个computator旁边有两个Berberus Carbon 那个最原始的模型 那么其实真正的设计呢,有两种 一种是有Berberus的,一种是没有Berberus的 有那个刷的,没那个刷的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看Dual Janice Motor 要一度Motor Berberus和Motor Tamba Berberus 先看第一种是Berberus的 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amateur 然后呢,computator转在这里 Berberus转在它的旁边 然后,它是旁边的这个Magnet在转动 Magnet在转动啊 因为Magnet在转动的时候 它的这个磁力线也可能在旋转嘛 所以也是会就是切到这个 个弄啊,线圈 然后它就会有产生那个力了 Motor Tamba Berberus呢,就是这一种 就是我们该,我给你看那个video里面的 这个玩具车 它把它的那个wire全部都缠绕在三个 它的吐出来这个地方 全部杀在这边 Berberus,它是什么转啊 它是我们动到它的时候 它是外面这一个Berberus在转 之前这个是Magnet在转 这个是Berberus在转 然后通过Berberus来转 来去cut过这里这个Magnet 后面那个Magnet产生的那个磁场 就是Motor Tamba Berberus 它各有各的好和坏 我们来看看 有什么共同点 都是使用这个Moto Arus Terus的princip 支流电动马达的那个运作原理 就是通过你通电了之后 MBI嘛,产生那个力 那个力来旋转 有那个Gergeron,它就造成一个旋转的那个 相同点是两个都用到Gergeron这个线圈 还有实体咯 好,第三个就是 都是通过Permanent Magnet的磁场 加上那个Gergeron自己产生的磁场 合起来的那个Metalastic产生了Daiyan 然后来产生那个旋转的Rakkan Yatta跟Duo Berberus Antara Ketu,Duo Genis Photo 有什么不一样啊 不一样就是一个有Burus,一个没有Burus 一个没有Burus 还有一个有Burus,一个没Burus 之前我们提过嘛 还要那个Burus就是因为那Burus刷 它是整个动在上面嘛 所以它占的那个接触的那个范围比较 它不是刚好那个Wire对租 这样子动下去 这样子的话你在转动的时候 有时候会动到我就动不到 吃不到变,我就吃不到变 但是如果是Burus刷子的话 它是这样刷下来的嘛 刷下来 它范围变大了 所以它就很容易会刷到那一个 Cammutator 就保持一直都是通电啊 差别 Burberus呢 它是Magnet不动 然后Gagalong在转 然后铜线圈在转 这样回来 DWBurus呢 它是Gagalong不动 它是你的Magnet在转 这个是Burus Magnet不动 旁边两个装着Magnet不动 然后呢 Gagalong不不大 中间那个在转 然后你的铜线就会转 然后Tamal Burus呢 就是The body回来 是Gagalong不动 这三个Gagalong不动 是中间那个Magnet在转 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video 其实是第一种 Motor Burbus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 中间那个线圈在转 它就会 所以那个是属于Burus Tamal Burus 我家 我就看过一个 就是我家的那个 电动门 有一次我家电动门就坏 然后坏了之后 就叫那个人来修 那个商人 那个 卖电动门那个 就是商人头脑 看看现在讲 坏了 没得修 没得修就叫我买一个新的 千多块 很不甘 这样容易就宣判它死刑 这样我就去猜 反正你要够我办了吗 我不去猜 猜猜猜猜猜猜 就把整个那个盖猜出来 看里面是怎么样 那里面就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有个弄 然后中间有一个会转 那个会转的 就拉着一个齿轮 那个齿轮就会扣着另外一个 齿轮是扣在门上面的 所以电动门的那个马达 在转动的时候 他就拉着那个门的齿轮一起转 所以这门就会打开 然后他管回去这样 那时候我就不甘 因为他猜出来看 有这样子的batten 然后就 我爸爸就讲这个 这样状况一定是生锈了 他就去拿那一罐那种 喷锈的那个喷雾 喷了之后就抓住他这样 搅搅搅搅 就是想把出一点力哦 把那个锈给挣脱 搅搅搅搅搅 吃了嘎力 真的 弄了之后装回去 一开 可以了 马上打给那个老板 老板我们不要了 你一台已经把我订了 那个电动门的 他讲 这么不要了我已经订了 我讲我已经修好了 怎样 修好了不可能 我怎么不可能 我已经弄好了咧 不相信 你知道吗 不相信哦 我就讲 是不是找到更便宜的 不是咧 我真的修好了咧 拍视频给他看 我点了 商人是这样的 他们知道可以修了 他不要修 他觉得麻烦 卖一个 他可以赚多钱 修一个 他没有什么油水啊 可是就要花 我钱多块了 我好彩那一手 有拆开来研究一下 他这个摩托滴的 巴路有什么好处哦 为什么要最后做出这个改良版哦 以前的那个巴路 要跟他改成没有巴路 巴路 巴路 的 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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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需要巴路 好吗 他的这个设计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摩擦 跟巴路 不会有摩擦 你懂没有巴路 如果你有摩擦的话 因为在快速的旋转 那个 他其实会释放高温哦 所以有时候会有这个 火花 会跑出来 他就火花 也因为他的 很大呢 所以普通的这种 有巴路 他都是很大手 好像那个玩具车的那个摩托 你一开始 很大声 因为有那个摩擦 我们知道你有摩擦的话 其实你在做工 做工的话 你其实就会把一部分的能量 这里是动能嘛 从变能 变成动能嘛 我们要全部都变成动能 可是没有办法 一部分通过摩擦 变成了 热 跟这个 一个很大声的一个摩托 所以他都是有能量损耗的 当你有很大声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比较不密的了吗 那么他也比较Efficiency 我们叫比较不可散 OK 就跟着字体的结束呢 我们就正式的完成了4.1 整个关系到 Electromagnetic的一些基本的idea 我们这边是 你给他电 他给你力 Motor的idea就是你给他电 他给你力 当然要放那个 permanent magnet 那个magnet格高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他对比的就是另外一个 你给他力 他给回你电 啊 这个就是发电了哈 你给他力 他给回你电 那我们就会在下一个部分 来跟大家聊一聊 怎么样去发电阿罗汉Electromagnetic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见 OK